王一博的一句起 猛了 我们也被震惊了 这谁能顶得住 有点猛有点暧昧了 这么不见赖的一博 头一回头一回太有看点了 小脸一红 嘿嘿 这次被一博的造型给惊艳到了 依旧是香奈儿包场的王子 不过有点性感 又纯又郁 果然与众不同 不说别的这床上一躺 松弛中带着点不可说的 这白色衬衫身V领的搭配 让人响入非非 给你视线冲击感强烈 哈喇子留一地 不说别的 一博拿捏Chanel有自己的味道 不出意外 这件香家2025春夏 黑色羊绒外套很出彩 搭配山茶花胸针 凸显出别样的官柜与优雅 看点来了 一博除了超级上身以外 那就是香家对他这个虫 可谓是拿出看家的干货来 那就是百万珠宝加持 这次是狮子水滴 Lion Slayer的Canel系列项链 厉害了我的伯哥 你是真的贵 全是钻全是钻 狮子守护的珍宝配得上你 一博不用多说 这次又可以让时尚眷吹 破天际了 这个配置一出来就是 重量级的存在 没人可以媲美 这一身行头下来超千万了 拿下一博赚发了这破天的富贵 赶紧报警不说别的 一博的裤子向来出圈 不出意外 热搜估计又要来了 一博的花裤子 不给你整点特色不带出门的 这次波西米亚风格的大阔腿裤 双腰带配色花不溜秋的 这米黄色的配色一般人还真招架不住 唯有一搏敢穿 伯哥 你走个红毯怎么又嘟嘟嘴了呢 这顺毛的造型有点可爱 我都怀疑自己的眼睛 酷没了乖宝宝一美 我的心跟着误入了歧途 带着小滑板大不留心就走来了 刘冲对着他说 走慢一点 被这个画面整搞笑了 盯着花不溜秋的裤子看呆了 这裤子一穿 我迅速热烈起来了 就想着跳起舞来打旗鼓 顺带着转个圈 都说刘冲喜欢玩的就是与众不同 担任Vogue主编后 自然艺人都会带点小特色 一博直接把热爱搬了上来 那就是爱了自己 攀岩视频穿着罗衣 为外加西装套 就这么水灵灵地去攀岩了 果然喜欢一项运动他就会伸更 不过一博你这个小黑手 晒黑还没有恢复 看起来又增加了不少 私下估计没少攀岩 清晰可见的八帽似是新的 一身行透出尽我们大饱眼福 想入飞飞 给你来一个独树一帜不足为奇 这就是一博的风格让你招架不住 脸颊红扑扑 怎么有人牛成这样 刚听一博说着想要成为赛车手 他的职业赛车手之路就开启了 EVSO刚刚官宣了 自家独家签约赛车手王一博 本周末将在珠海国际赛车场 开启个人的GT3赛事首秀 同步车队UNO和奥迪赛车 也都同步确认官宣了 2024年GTSC系列赛即将打响 没想到收官之战洗提了顶流一博的加盟 去年EVSO老板在全球时尚权威媒体 WWD喊话要和品牌代言人 王一博一起共探赛车领域 还说要在未来将与一博共同在赛车场上 创造更多精彩的时候 我都没当真好吧 你两位还真都是不被定义的 就这么水灵灵开启自己的职业2.0的赛车事业了呀 以前听说含羹喊了很多年 想让王一博从二轮转四轮都没成功 真没想到还真被ECXSU给拐成功了 小福神你还真如自己slogan说的呀 E6SU did everything 一博玩一次赛车就给他换一次性皮肤 主打投其所好 从头盔到全套赛车服到赛车 从绿色闪电精灵到龙腾 甚至最新代言人爱的竹叶青都给安排上了 看出来确实是真爱了 至于为什么一博会去UNO Racing Team 问问小福神的总裁潘老板呗 这位也是UNO的赛车手 还是驾驶过中国首台阿斯顿马丁Vantage GT3赛车拿过冠军的 都说真正的潮牌就是做最酷的自己 难怪牵手一博四年以来 EVSO更像是找到了天选之子般的惺惺相惜 这次珠海直播 他都像一博赛车战解式的 跑得比谁都快18号练习 19号到20号有比赛 四年了还是熟悉的珠海赛道 同一个赛场 你准备好这危险刺激的急速周末了吗 老天爷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聚散中有十 再见已有七 一博这样的人 老天爷偏爱他 也确实爱和他开玩笑 我不知道14年前 13岁的王一博一个人背井离乡 签约成为月华的第一个艺人 开始支撑着他四年日复一日苦练的动力是什么 但我知道他赌上自己的一切 走上了一条很窄的道路 我也不知道10年前17岁的王一博成团出道的时候 会想象十年后的自己是怎么样的吗 就像他在101出道业说的那样 王老师眼里的光 何尝没在那个出道业看到自己呢 估计那时候的他真做梦都想不到 在自己最少年意气风发的时候 一个线喊令就可以让他奋斗 攀爬多年的事业山脊 意气长大的梦想组合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分崩离析 名存实亡了 但世界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如果 作为年纪最小的一个王一博 边读书边面试各种机会 独自撑伞的日子里 难是真难 谁能想到身台行表 顶级偶像唱跳才艺Max 练习生四年全A出道的他 都会在拿到天天向上工作机会的时候 那么开心地和粉丝分享 我有工作了 人要长大就要不断接受 这世间的各种变化 那就把握住自己人生的导航 用杂草般的生命力 抓住自己人生的每一个机会 从韩团组合到天天兄弟 从歌手舞台到主持人 从主角不可能有我份 到一步一个脚印成为95Top小生 电影电视纪录片全面发展 有自己代表作的演员王一博了 站在一博成长的路口回首 一路崎岖 但早已繁花盛开 人生中有很多遗憾 遗憾就遗憾 过去就好了 期待你正式卸下Unique组合名的那天 向前走末回头 个人演唱会我们不见不散 111万的Chanel真品珠宝点个题 顶奢Chanel超级全球手穿配个滑板 高奢罗一威超级西装攀个岩 时尚与松弛的具象化 王一博2024Voke 时尚之力盛会红毯解析来了 都说今晚Voke红毯的Dresscode 都是你的名字 那一博赢妈了 顶流配顶奢 就像时尚博主出来玩的梗 一博就是行走的Chanel真品黑色 羊绒外套搭配山茶花胸针 来自Chanel未发布的 2025春夏预告系列 超超级全球手穿 当然裤盖也是针霜开门 无需垫肩板 一博脖子上佩戴的是 香奈儿Lion Solari的Chanel 那真品珠宝 依旧是创始人香奈儿的 Icon经典狮子座系列 和一博这个小狮子掩饰绝配了 不得不服气的是 这是香奈儿为他准备的 第14套真品珠宝系列了 从最初各大时尚博主们震惊的 香奈儿真品珠宝终于开放给国内艺人 到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真品配一博 好像真成了红毯老搭档了 一博有内而外的清冷感 Mix的顺毛的清纯感 金贵又洒脱 都说时尚圈才是顶级名利场 讲究规格配置的场合 那香奈儿的顶配宠爱 都是教做人的 像人家说的 好东西倒不到一博的手上 就在于他出不出来罢了 一博站在红毯的那一刻 就无需多言了 人间香奈儿实至名归了 发丝被风轻轻吹拂起的瞬间 感觉连风都偏爱一博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 香奈儿红毯霸道规则吧 非香家指定明星甚至都穿不了 香奈儿上红毯 但一博这样的顺毛淡妆 一整个27杠时 再加上手拿个滑板 要不是刘冲连续五遍喊着走慢点 感觉裤盖都能像 刚放学回家吃饭的小少年那样 随时能搜的一下滑完整个红毯 顶级的松弛感 真轻啊 这次裤盖上身的第二套 来自于自家代言的高奢 罗伊威2025春夏男装系列超级 但对一博来说 松弛到可以直接穿着去攀个盐 晚上换个衬衫 也能直接hold整个晚宴 自带松弛感与金贵 到底对衣服有多大加持 一下子就像坏了 说到晚宴也真是福气流冲 果然怎么都不能委屈自己 还是安排了对自己最好的 这在主桌坐在了一博旁边 唯衣